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又是我阿死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Mass Factory Figma 498 號 來自鬼滅之刃的造門炭治郎 DX Edition 這個盒子DX version 真是不同 是比較豪華一些 這個外盒是比較少見的 其實除了原本的盒子之外 這個可以拖開, 就看到原本的盒子 這個盒子的閃閃金色 是蠻有型、蠻漂亮的 背景就這樣看得到很多 現在講一下DX version 和普通版本 究竟有什麼分別 DX version 多了這個困惑樣 然後多了一個放在箱裡的禮斗尺 但這個沒有箱的 箱就要買DX version 的禮斗尺才會有 火之神神樂的效果 以及水之呼吸的效果 都是DX version 特有的 老老實實 我覺得DX version 正好多 整件事完整很多 所以我覺得不買DX version 就不如不要買 我們現在開來玩玩 好, 開出來內容就如下 當然有個本體 這隻就是DX version 獨有 排入箱裡的禮斗尺 所以它其實是四四方方 因為方便塞入箱裡 但不要看它這麼小 眼睛的印刷也不錯 而且上色也有足 即是頭髮的兩折色也有做到 如無意外 這個坑是塞入箱裡卡實用的 這個部分大概是這樣 可以說暫時還沒有用 鬼滅之刃 當然少不了一把很重要的武器 就是日輪刀 它的刀身就油了這個撻鐵色 在燈光之下 那些閃粉都頗顯 頗亮的 OK 而且它那個 鯉口的位置 銀色也是很閃 這隻的照顏色頗漂亮 另外就是一個 插在腰間的Version 所以只有一種 先先看兩個普通版 都有的面型 一個笑顏 一個戰鬥的樣子 頭上的包痕就印上去 耳環也算是這樣的 太小隻 你也不要求它橫到幾條線 都不錯 好 這塊面就是DX版獨有 如果有看鬼滅之刃的朋友 都會知道它們經常變成很屌的樣子 這個盒叫困惑的樣子 這個挺有趣 這個 這個挺全神的樣子 好像在動畫中走出來的感覺 我挺喜歡的 這個 另外當然少不了一些不同的手型 還有這個是夾著Effect 用的Stan 一會兒都會試給大家看 好 我們現在先看看本體 如果記性好的兄弟 都會記得其實本頻道之前 開過1比128Zmoto 那一隻的造魂炭治郎 跟那隻最大的分別 Figma 的衣服就是膠 不會像那隻一樣 用布 以及關節上的設計 當然會有所分別 面相上面 我覺得Figma 是比較像動畫版的樣子 而Batzenmoto 我覺得是像馬馬版的肥仔 比較多 而且Figma 的肉色是比較有血色的 Batzenmoto的肉色是 差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頭髮的上色是挺漂亮的 即是漸變 陰影都有做足 這樣看 摸一下線 3 這些是 印上去的 就不是黑線 OK 老老老老 外觀上 我覺得Figma 是完成這個Batzenmoto的 這樣我們現在試試可動 可動方面 其實這隻 大家如果有上官網看過 那條短片的介紹 都會知道如無意外 所以這隻應該是分件 分得最小 最多的Figma 頭髮 大家可以看到是兩截 先是頂這個位 跟身的連接 跟著是頸 跟頭的連接 就是平時的Hinge 這裏是兩個 可動域 是比平時的Figma大 這個位置有個Butterfly 亦是平時的Figma 不會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動的時候 這一格 是會向前反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不錯 雖然它不是佈 但是 因為它預算了那些格數 就算動了 退開了 都不會覺得很穿崩 很肉酸 這個設計我覺得是蠻巧妙的 不錯不錯不錯 這樣手 平舉又可以 旋轉這些一定有的 手臂上半截 這裏有Cutting 可以旋轉 這裏可以這樣切 大概90度 多一點 這個位置我挺欣賞 就是 它的軸是另一個分件 所以就可以這樣轉動 其實這個軸有什麼用 大家想想 如果舉高一隻手 沒理由這個軸都還在天上 你就可以轉一隻軸 裝一些自然的姿勢 我覺得這個設計 是真的頗用心 這樣就 掉了個病 等一下 拳頭有Hinge 有旋轉 腹 這裏 這裏 這個關節向前摺 的幅度是幾多 不錯 這樣就 左右都有 這裏 腰有旋轉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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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剪開了少少 好像 外形上是有少少的影響 但就方便去踢高一點 雖然這個軟膠 但始終保持著姿勢太久 應該都會變形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這個小腿 採用了Double 第一節 就這樣 第二節 就是這樣 扭開少少 因為其實 如果不轉開少少 就會給白色 這一節 頂住 如果轉開少少 就可以摺到好近 腳掌 是一個Hinge 這樣看 腳尖 這裏 也有一個 裝置 真的 比起平時的Figma 是多很多關節 這隻炭子龍 是有點偏心 另外 除了本體可動之外 有些細位 都有可動的地方 例如 擺一輪刀 大家可以見到 這個位置 其實有個裝 就可以動到少少 讓你擺姿勢的時候 就可以捱起刀 不怕頂住 另外 外套 其實也有一個關節 因為大家有看動畫 都知道 他們出招 會飄起 那些衣服 這樣就可以 有個關節 就這樣 携起了外套 即使它不是布 也可以擺出 很飄逸的動作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 現在就換了一個笑顏 我覺得這個表情挺有劇中的神髓 接著擺了一個 我們經常做的 就是閒屎沒東西做 聊天 就很貴的姿勢 如果大家有印象 這隻Badzu Modo 是要換拍子去做的 那個幅度 當然是貼很多 但是那個換件的過程 其實是不好玩 是有點煩的 而這隻 就這樣用自己的關節 都可以做到的 當然就 不要這樣貼 有少少可惜 冷靜點 冷靜點 剛才說 不要貼圖 哈哈 換了這個困惑的面 效果就是這樣 好像我剛才所說 很容易次元走出來 很棒 這個感覺 也換了一隻打開的手型 好 換了一個水之呼吸的部分 這個也是DX version獨有的 這裡有個坑的 大家可以看到 水之呼吸和火之神神樂 都是這樣套進去 非常之方便 但是 必須配合這個Stand 它後面有一個 這個就是 專門用來夾著 Effect 的Stand 你看到 沒端是一個夾 可以剛剛好夾緊 OK 這樣就可以隨意放左 放右 有些摺曲 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 而下面這個就是 麗牌的Figma Stand 沒什麼特別的 好 火之神神樂 就是這樣的 這個挺有型的 整塊是透明膠 有漸變的橙色 做了火焰的效果 這個我又想跟 八字摩托對比一下 八字摩托對比一下 一個圈 那個真的 那個又 有感覺 這個就簡變少少 這個感覺 是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 挺有動感 不錯的一個Effect 好 各樣的部分 都試過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記錯 這盒東西訂的時候 大概660元 我覺得是對得住價錢 即是盒子的豪華 各樣的Effect 各樣的Parks 亦是很豐富的 而且你玩上手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很感覺到 這隻Figma 比平時的Figma 是用心機做的 因為它每個小位的 一些關節 一些分件 都做得很好 即是方便去擺放了 很多不同的 誇張的姿勢 但是 也有少少東西要彈一彈的 好像這個劍柄 剛才動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 基本上 另外 有一個位置 就是 後面 雖然可動是挺優秀 但是 換來就是 後面這裏 不像人形 這個位置 真是被Batsumoto 那一隻 略順一籌 因為那隻 始終是換件 外形上 會更加完美 這隻 外形上 會有少少缺陷 然後 有一件事 好心 Mass Rackery 你都明知要撐起整隻Figure 又要夾起 效果 好心你這個位置比較實 因為 其實剛才擺姿勢的時候 整天 很不其然 Stand 慢慢 自己 噢 要擺一些騰空姿勢 以這個 Stand 的鬆緊度 是有少少困難的 我覺得 如果可以投放多一點資源 做一個實正的Stand 這樣就會更加好 現在是 有待改善 這個Stand 接下來的 禮豆子 這個我妻善逸 我都訂了這個 DX Version 到時拿了 都會跟大家開開 雖然我個人 是偏向喜歡Figma 多於Batsumoto 但是Batsumoto 系列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它出角色出得很多 就是之前的 煉獄大哥 快要出《蝴蝶忍》 現在正在收訂 這個 它出的角色 是比Figma更快 和更廣泛 就可以搶了Figma 的頭淡湯 我覺得 同樣都是1比12 或者接近6吋的Figure 這個競爭 都相當激烈 有競爭才有進步 這個情況之下 買家應該都會買到一些 挺優質的玩具 希望是這樣 最後再說多一點 說關係就行 不關係就行 搶了《鬼滅之刃》的女歌手 Lisa 她的老公 靈木達央 達仔 嘩 有外遇 還要斷到正 拍了很多很多相片 這樣就 兩夫妻都宣佈 哎呀 體調不良 要暫時休息 停止活動 等等 希望這件事 都盡快解決 怎麼看都是男的不對吧 沒理由是女的不對吧 出軌啊 其實我也蠻希望 一些做錯事 一些違背了道德倫常的人 是得到一定的懲罰 但是很難說 太太可能很快接受大人仔 不知道 大家放長雙眼看看吧 今集就先玩到這裡 下集再跟大家玩其他玩具 哇 有很多玩具在排隊 我會努力的 好 下集見 拜拜